好 前面的從第一章來講 講到現在這邊呢 它最簡單的地方是因為它是講概念 最難的地方是因為沒有實際的歷史 沒人知道那個概念在幹嘛 所以講一下好像有一點哀講 但是沒有關係 你現在開始下去 我們會有實際的歷史 我希望你從實際的歷史回過頭來思考這條路 你就可以抓得到 這個只是個風 這個只是個地圖 那今天你要去哪邊呢 我們不是碰到個問題就統統把它走一次 不是了 你會拿到一個高雄市地圖說 我要從這邊到市政府 你把高雄市每一條路都把它走一次 那麼開玩笑 瘋了 我當然就按照我所要的走 也未必是最近了 對不對 像最近GPS走最近了都掉到水裡面去了 OK 那個未必是最好啊 那我們就要按照我們的需求 OK 好 來 我們先來看看 第五張 OK 來 這是個free particle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先把我們背了起來的creation 統統把它寫出來 這是4.3.1的 對不對 剛剛講的 那現在呢 它在第五張又重新變化 重新變化成5.1.1 OK 反正就是把它超過 第二個 因為我們h是不明顯 跟時間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這個原因 OK 那 而且呢 我們知道這個 舊的basis跟新的basis當中 沒有一個轉換 我們可以把它求解到這樣子 OK 我怎麼都忘掉了 我覺得這個怪怪的 你們幫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操作 這邊我卡住了 但是我卻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OK 但我知道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只是現在站在這邊忘掉而已 OK 我把這個工作留給大家 OK 假設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再來找我 好 我們把這些全部都寫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開始來看看 這一個free particle而已 所以 所謂free particle的意思就是說 它旁邊沒有任何東西影響它 沒有任何東西影響它 它的好平通量就只有一個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動能而已 有沒有位呢 OK 假如說我們這邊只有一個P平方 假設我們採取P basis 假設我們採取P basis 那不是很方便嗎 P basis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P呢 就用小P來代替 大X呢 就用I H 一個P的位分來代替 我們這裡面有沒有大X 它只有動能相來的 所以用P basis呢 我們整個的equation呢 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譬如說我們要擺進去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一個很簡單的 Igon value part 現在我將它的Igon value 寫成1 我們之前Igon state 也寫成1 但是既然我現在用P來表示 我選P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讓我知道它是P basis OK 那這樣一來呢 很明顯 所以我選P是P平方 除以2m 寫掉1 OK 或者是你喜歡的話 就按照這邊這樣子寫 那P basis 你就可以寫成P平方 除以2m 後面沒有 後面沒有 5bp 等1 那Pse dp 你可以這樣子寫啊 這樣寫的意思就是把這個解過來而已 是不是變成它 假設 假設這個是個Basis 它所有的項 層上的什麼都要等一點 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Basis 通通都等一點 不會的 那唯一的辦法就不辦 它不會等一點 通通等一點 所以唯一辦法是前面的系數項 通通都要等一點 當時呢 馬上還沒計算的時候 你答案就要跑出來 你發覺呢 你這個particle的P呢 momentum呢 有兩個解 它的值 都一樣 都是根號2m1 所以 這個particle呢 momentum P的particle呢 它有個i跟value 1 但是它的momentum 卻有兩個形狀 卻有兩個不同的 其實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momentum正 代表什麼意思 就用正向跑 假設這邊叫做正向 它就往正向跑 我們那是負呢 它就往負向跑 是不是 它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假設 這個就是 free particle的解的話 那麼 你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對一個energy 為1的free particle 你有可能看它的時候 發覺它是往右邊跑 或者 它是往左邊跑 它只有其中一種種跑 對不對 好像雙瞎洞一樣 過了哪一個狹洞 就是哪一個狹洞 所以還沒看之前 我知道它在哪個狀況嗎 不知道 兩種都有可能 但是我一旦去看它了 決定了就是決定了 它往右就是往右 好 往左就是往左 欸 很棒啊 我們從這個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都還沒算 把它就跑出來了 所以p basis 很棒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寫多一點 就代表著說 對每個能量呢 我可以把這個state寫成這樣 p正的這個state寫成這樣 那麼它指的就是p 不一樣 會等於正的 而更好 對不對 或者是 它往負向跑的 這個state ok 這樣子就好了 那麼假設呢 你就是有個 有個state 這個state呢 你要怎麼來描述它 其實這兩個 都是它iden state 它的線性組合 也是iden state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假設iden state寫回 用e的方式來表達 那麼它可以是這兩個的組合 假設這個叫做e1 這個叫做e2 但是呢 你不要說 我今天看這個p basis 它可能一下子在這邊 一下子在那邊 不可能的 你看到就是看到 ok 這個只是五點跟量子力學上面 有一點點不一樣 ok 好 那我們就了解 你現在的state呢 啊 有好幾種 對不對 假設我選擇e state e只是個能量而已 所以它會有兩個degenesis 這種或是這種 我可以選擇p state 的這個basis 那麼它呢 就沒有degenesis了 它是分的很清楚的 它是分的很清楚的 要嘛就是p正 或者是p腹 就是有這兩種 所以呢 我們的選擇啊 就能夠按照我們的需要來選擇 了解嗎 好 看起來 眼睛有一點霧霧的 好 假設我們選擇這個能量 那麼我們發覺它是degenesis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呢 會有e 正 and 1 負 ok 因為這同樣的e 但是卻不一樣 假設我用p state 換non-degenerate 因為p啊 我可以寫 p正 ok 以及p負 所以我們就看看我們表達的對象是 好啦 我們這樣子好像就把簡單的東西解出來 但是我們最後的目的還是要知道u是等於什麼 假設可以知道u 那就很方便 u是什麼 what is 根據我們前面的u 從這邊看起來它是個sumension ok 假設根據能量呢 這個能量啊 假設是discrete 不連續的 那麼它就要sum 在我們這裡面這個能量 它並沒有告訴你說我這個能量是discrete的 我這個能量可以連續的 因為它是個free particle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來算u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能夠用sumension了 我們要把sumension 改為什麼 幾分 對不對 你當每個間隔區間無雄小的時候呢 它本身就是幾分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假設我們選擇p來當作它的basis 那麼我們呢 這邊就可以寫什麼 該寫呢 我們通通把它寫下來 那p就是從負向到正向 那p就是從負向到正向 因為它可以往負向跑 一邊往正向跑 或者我們上面這個呢 1呢 這個是它的item value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下來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上去 那我們這個的表示是pbasis 我可不可以把它換成為我們這邊描述的這種e 的描述方式 的描述方式 可以嗎 那我們就有exercise 不過這個呢 不會在這邊算太多 因為啊 p呢 事實上 以能量空間來講 它會 它有兩種不同 同樣的能量 但是有不同的方向 對不對 p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p呢 跟能量有什麼關係 p的值跟能量有什麼關係 p的絕對值 更好2m 對不對 因為p是等於正負更好2m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要是做這個轉換 已經知道p是這個樣子 那我可不可以 假設是這樣 那我們比p呢 是等於2分之1 更好2m1 乘上2m1 乘上2m1 消掉消掉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5.1.9這個式子呢 直接就被推過來 我們希望把p呢 寫成1 假設我們現在是有正有負 我先把它寫成α 這種狀態 當然α一定是1跟2 對不對 正跟負 它只有這兩種 後面呢 寫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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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α就好 因為α可以是正 我可以說等於 負1 或者正1 ok 這樣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將 我們的propagator呢 從p basis 直接轉換過去 算成用1的眼光來看 事實上這個眼光呢 來看也蠻清楚的 好 那我們再問一件事 這個地方擦掉好不好 我們能不能把u 又轉到x basis來看待它 當然可以 但今天我呢 只是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它的狀況 來告訴我們 當我們轉到x basis 看到的呼吸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 好 那麼我們呢 很快速的 因為記住 我們剛剛用解的 都是在p basis 解 假設在x basis 大家會不會解答 照樣把它帶進去 就是我們平常的解法 ok 那你發覺很好算 一個 它也是很簡單的溫度方程 好 那麼第一個呢 先跟大家介紹 我x的符號呢 現在要變成一樣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是我們ut呢 我前後用一個x碗 跟x碗加起來 我就先這樣子做 先這樣定義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假設各位算了一下呢 把它寫出來 它就會變成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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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Gaussian package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它马上呢 这个式子呢 它就会告诉你 经过一点点计算之后呢 会变成2πh bari p expansion rmx 叫x2 平方 除以2h bari p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请大家呢 这个到这边的过程当中呢 去参考page 137 还有这个积分的过程 你要参考appendance 2.4 等一个公式 那你很快就可以拿出来 好呢 这样子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否就很像 快看看 5x 会跟什么呀 5x1 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有关系 我们前面本来是写着说 我们认为一个 不是5x2 t 跟着u t 在层上起初的时间有关系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 后面是起初的时间的状态 c 后面呢 是当它t等于t的时候的状态 那前面都弄上u啦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为u的xt x1 ok 然后我们对dx1 积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过去 因为呢 对我们这个而言呢 它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free particle 所以我们各种的产品 各种的投影量 通通把它算进来 只有能够贡献到我这一边 final state的各种可能性 都把它摆成来 只不过这个的时候呢 是基本设定是当t的那点 所以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更进一步啊 把它写成啊 这样子 u xt x' t' 我可不可以从x' t'开始 那后面就是pc x' t' ok 那这边呢 这边x' 七分 这样子也可以 那这样子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的ut呢 它不只是把initial的一个状态 转换到一个任意时间的状态 它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不只是跟时间有关系 我也跟空间有关系 我可以将这个状态 它本来是在x' t'时间的时候 在x'的这个状态 转换到t时间为t 在x' 在x' 时候的状态 ok 好 这个有什么用处啊 这个告诉我们说 这个状态呢 不只是由这个状态来 因为这边是 比x' 时间等于t' 也就是所有 时间等于t' t'的任意一个 我会方形 只要它能够投影到我这边来的量 我通通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就叫做 假设以向量眼光来看 不降止那位是什么 好像个新的向量 我对一个新的basis 把它展开来 对不对 那这个不就是每一个basis 上面的投影量吗 类似这样子 ok 所以以这个眼光来看 我们ut 也可以类似这样子活用 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两个状态当中的转换 我们当中做 好 那我们再讲的都是 3 particle 对不对 那我们 假设这个自由 自由的 词典呢 我们把它用个gaussian package 来描述它 它就好像个物质破一样 那么我们就说 在第一个零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几个形式出来 那它的威方圈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只是个基本的高级 我们用它来表达这个 这个指点 那么在等于t等于零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想知道一下 它的位置 的期望值大概在哪边 也就是说 它的位置在哪边 我们把它定义为三零 假设你这样子写 你就直接把它定义为三零 好 那很好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看 它在x上面的不准度有多大 因为现在指点不再是一个指点 而是一个坡 高级的坡 所以你去看它的位置 虽然说平均位置在零 并不代表它就在零上面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就不太准确 说零的附近大概多少 你就用近的定义稍微算一下 它会等下 ok 我们可不可以同时也来看一下 某门盘的不准度呢 可以 算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记住这是时间等于零的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边 把时间加上来 加个注释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它的状况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是momentum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也可以算着它速度的不准确性 速度的不准确性是delta t除以m ok 那基本上你就会得到h bar 除以根号delta 在乘量之里面 ok 也就是说 纵使在时间等于t 我们这颗 这颗partic都还没开始移动 都还没有开始演进 那我们就知道 它位置有一点不准确性 它的momentum有一点不准确性 也就是代表着说 它的速度会有一点不准确性 这些通通都是从uncertainly principle 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诊当这个 一定要 怎么样 大约门个字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算出来的这个诊 几乎是最小的诊 那其他呢 应该比它大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啊 时间 往前前进 t跟前进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 前进到时间为t的时候 它跟原来的 有什么关系 原来的是在那边 我们加个prong 那很简单 根据我们右边 然后告诉你 假设你知道u xt 这xprong的这个u的表示值 然后我对xprong积分 我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就来执行这件事情 因为啊 对一个 way package 我们可以把它的形式 我们刚刚不是有在右边的那个 对不对 照抄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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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等于这样 你就把它通通带进去 最后啊 可以算出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数字 OK 这个我就 我就不再写了 OK 这是5.1.4 请大家回家 稍微运作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怎么样 好了 算到这边呢 这个很复杂 所以看你看不出来 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 第一个 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是 我们去计算一下 它的平均位置 我们不说一开始呢 它在平均位置等于0 然后有个宽度 对不对 有个不准度 不准度等于这样 这个是有momenton不准度 我们需要知道 每一个的对应值会怎么样 就你下去计算呢 你会发觉 它就是momenton OK 乘上p 出一点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计算 请你们回家自己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随着时间的演进呢 它还是跟古典一样 古典 你说你现在位置跑去哪边 位置跑去哪边 古典里面 我们就说假设 你有个速度v 假设你是等速运动 那你x一开始呢 x0等于0 那你x在任意一个时间 要等于什么 x0再加上v0p 那假设计设定为0 那不就是v0 假设这个是momenton的期望值 就类似mv m乘上v m乘上v m乘上v除以m 不就是v的吗 对不对 不就是v的期望值了吗 在纸上p 不就是跟古典完全一样 就我们发现 我们在对一个free package 我们用gaution的package 来描述它的什么 它跟古典几乎一样 好 那它的误差度 它的不准确性 有多少呢 计算完之后 它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一定的 因为刚开始呢 是你这个caution package 你这个caution package 的半高宽 出于根号 那现在呢 我也是一样 因为随着时间也近 我只是不晓得 它的半高宽 会变成什么东西 经过计算之后呢 它可以写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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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看 这个这个开根号 开根号里面是1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平方平方四四方 所以都是正的 t的平方 所以t从0开始 所以后面的这一项 会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这个开根号 就一直增加 它一定会比1大 对不对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指当时间等于0时候 比这个波包本身的 不准确性 就现在随着时间的演习呢 远近呢 它告诉你 时间越长之后 这个波包的不准确性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它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告诉我们 假设我们是一个 free particle 来描述的话 刚开始我妹妹知道它在哪边 是什么 是你们的作业吧 是 是其中一个exercise 但是我不用你们教的 因为它太简单了 所以不可能不会 OK 那 我们学过在三个basis 上面表示是 一个是p 一个是xbasis OK 我们知道它的propagator 在pbasis怎么表示 在ebasis怎么表示 在xbasis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面 我们把这个波包呢 用高型的来代替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它本身就有个不准确性的 一开始就有 这个是自然的 天然 但是随着时间的眼睛 我们发觉 它位置上的不准确性 会增加 那我们就很好奇 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那p上面的不准确性 会怎样 大家看一下试试看 好不好 OK 好 这个是free particle 那紧接着呢 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上次讲的其他 那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把 这个particle 放在一个box里 one dimensional的box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 它就在这里面 那我们知道 这边可以分为 第一个区域 这边呢 是第二个区域 这边呢 是第三个区域 OK 好 我们怎么来写这个问题 第一个先把位能呢 这个条件呢 把它搞清楚 当x呢 在2分之L里面的时候 通通等0 只要呢 大过于2分之L 它就变得无穷大 所以这个是无穷房子 那我们的Hamiltonian呢 就写成 1平方 over 再加上V x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Hamiltonian 那这样一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Wave Equation 可以写成 三个区域 只不过你看看这个 potential wave 是无穷大 无穷大是要怎么来看待它呢 没问题 我们先这样做 我们在这个 在左边 再做一个 potential wave 所以假设呢 我现在呢 把它改良一下 那 这个就代表 这个就代表 a particle in and finine well 不过 不过这边 所有的finine 是指它的高度 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V 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它还是一样 什么点 在区域以外 V0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个 是最大的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 有不同的颜色呢 有不同的颜色呢 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同样的 可以得到它的 寒烟通量是 等于 平方 数以2m 再加上 V X 大家都一样 right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有什么状况呢 假设我们来仔细看的时候 假如说 我们现在的 energy 我们的energy 是在 if e 小于V0 在古典里面呢 就好像 你把这个 一个地方围起来 中间放一个 平方球 或放一个 撞球 就只能在这边滚来滚去 它永远没有地方出去 但是量子力量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有一点几率 会进来 对不对 有点几率会进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颗栗子呢 在穿过这两个界面的时候 它有个bundering 这个bundering 上面 它们有两个东西 要连续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bundering bc 这个 v function 我们把这边叫做 e 第一 第一个区域 这边叫做第二个区域 这边叫第三个区域 那么它在这边 第一个区域呢 x 负了20 这个 第一个区域 v function 导数 第二个区域 一定要一样 同样的 第二个区域 跟第三个区域 在x等于交界处的地方 v function 要一样 要smooth的过去 它们的导数 也得要一样 咦 我就有四个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一进来 我们这边的 shoulding question 基本上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负的 以xbasis来讲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马上 就可以把它写成三个区域 第一个 左右两边 左边的 区域1 region1 region1 是负的hbar 第一个 region2 我就可以写成 再加上V0 又是一个 常数 再加上V0 又是一个 常数 我们就会写出这三个云云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云云 都可以有个简 很简单的简 我们就先把它写 因为这个算起来 非常容易 它只是一般的二级VN方程而已 而且又是常数的二级VN方程 所以常数线性的VN方程 最好解 是不是非常快速的 就可以告诉我们 翻译1 或许可以写A Exponential Kappa X 再加上B Exponential 负 Kappa X 2可以写C Exponential I 小 K X 再加上D Exponential 负 I 小 K X 3 E Exponential Kappa X 再加上F Exponential 负 Kappa X Kappa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什么 根号2M V0减掉1 除以H8 小K等于什么东西 根号2M E 除以H8 它的解法上就可以写出来成这样子 但假设你仔细看一下 你看上面有6个位置数 有A B C D E F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不要紧张 这边有4个边界条件 那你说那没办法 6个位置数 4个边界条件 能不能解得出来 解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再仔细看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任何一个particle 你看看 它得到了equation事件 Kappa是什么 RM V0减掉1 记住 1小于V0 所以V0减掉1的结果是正的 这整个都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exponential的 正的数值乘上一个X 所以假设你往负的方向 一直前进 X一直往负的走 第一项 假设X是小于0 因为Kappa是常数 那exponential会随着 X越来越负 Decay 这个呢 假设X是负的 它前面有个负的 它变正了 那就代表越往X轴呢 这个位方权呢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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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呢 变得无重大 可能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BJ已经想 先把这个不可能 把它杀掉 所以少掉了 B不行 不用考虑了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正的地方 当X往正的方向一直走 当X往正的方向一直走 因为Kappa是一个正的常数 这个呢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呢 走得越远呢 它微方权越来越大 最后变得无重大 不可能嘛 杀掉 杀掉两个 好高兴哦 对不对 你有四个条件 跟四个位置数 好像就可以解了 OK 好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WayFunction呢 在这个 Barrier里面呢 它一定是要Decay 一定要是Decay 那怎么Decay呢 就看这个Kappa多大 Kappa是V0 减掉1 就以这个来讲 假设我们V0 渐渐的变大 这个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是不是代表 这个Kappa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之后 在这个地方就告诉 哇 这个数字很大哦 所以我X呢 只要从这个A 从这个地方 往内移到一点点啊 它就一下子Decay掉 对不对 所以当我这个V 它无穷远处呢 负的Kappa 变得无穷大呢 我这个X 因为一定要进入这边 所以X是有限子 这个是无穷大 这个等于多少 0 它完全Decay掉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 当我们变得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个领域里面 不管怎么样 通通通等于0 意思是说 在这个边界的时候 第二个 在这个边界的时候 它也要等于0 再来 第三个VF 它永远等于0 因为你这个呢 火天球是无穷大的 也就代表我第二个VF 在这个边界的时候 也得跟你连续 我应该写下面写 因为呢 我这个VF也是一样 条件都一样 那我就定出来 对不对 那既然你这个VF 当选在我这里面 一的领域跟二的领域 通通都等于0 OK 你都已经知道是这样的 那中间会是什么 中间它就要遵守中间的 就定够很快 它要这样子 那你告诉我中间这个球率解释 根据 左边的那个 这个case 的这个解释 它一定是长的一模一样 它可以写成C XN Pi Pi X 再加上 D XN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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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告诉我 你们已经解完了 它会可以写成这样 我把normal来指之后 它的解释这样子 要是根据上面这个写法 我也可以把它叫做写成C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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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两个位置数 但事实上它告诉你 它是完全独立的 金数就是这个 偶数就是这个 它没有两个 OK 它没有两个 这就代表一件事情 是什么 在我们这种状况下面 有限的这个状况下面 好像我们有四个位置数 但是中间这个属于bouncy的 一定只有一种性 只有一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相当 三个位置数 有四个边界条件 那更可以解咯 对不对 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个解呢 同时又解出来 它的能量呢 不再是连续的了 它就能这样子 好棒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告诉我们 假如说 我们今天有个 普通修位 可能更复杂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有个 普通修位 是类似的 都可以这样子 我这么画得不太好 我把x走上移一下 其实无所谓 比如说 它要到无穷远处 才会无穷大 到复了无穷远处 才会无穷大 那它是不是相当于 这种状况 跟内容状况 对不对 那你怎么来思考它呢 我能不能把它想成 事实上 它这边相当于 是很多个 provincial wheel 这样子组合而成的 不同高度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想知道 在这里面的 或者这个particle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这种很小的组合 办法把它组合成很大 也可以 只不过 不管是从那一个 还是这个 我看一下 OK 这一题呢 我要你们把它完成掉 这是homework OK 请你解出来 在这个potential wheel 等V0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它们解应该是什么事情 那我会方选 Iconstate Energy IconValue 分别是什么 这个在 大三量部 应当都先算过 对不对 那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那本书呢 包括那本书 上面有完整的解 你先试试看 OK 不管是怎么样 你都发觉一件事情 假设我的能量 要是比你这个well 低一点的 我都会有方式 也就是在这里面 它的能量不再是像 three particle 一样 它是连续 而是会受到一个限制 好像这个地方一样 它要嘛 就是N等于1 要嘛 N等于2 一分中间值 没有 有些更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这样子定义的方式 不是这边就是能量为0的点 它告诉我它最低的能量 N等于1的地方 它是0吗 不是啊 N等于不是0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个东西N等于1 它的prown state 它的最低的能量 不会等于这个 那free particle 最低的能量就是 踩在那个地方 它能量就是0 那为什么它不会 why 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嘞 我还是要问那些事情 为什么它最低的能量就是0 why 我们刚刚呢 在算 free particle的时候 我们有用高薰package 让大家看得到 假设这个粒子本身 就好像De Broglie讲的 它可以用坡来描述它 它本身就有个不准确性 你说这个坡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它最高的点 它平均的中心点在哪边 但我不知道这个坡 这个坡只是一个分部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 uncertainty principle 而引起来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记住哦 这个E1的 我把它写在这里 最低的能阶 好 那我们再从这边开始 我能不能从uncertainty principle 这个是它告诉我 无论如何 它一定要类似 假设对一个free particle而言 我们很容易看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哈密托尼尔呢 它就只有动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去计算它的能量 当然就是哈密托尼尔的期望值 我们根据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动能平方的期望值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摆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只求动能的期望值 它会等于什么 假设有个particle 它在那个地方 一开始就在那个地方 你也没有推它 没有干嘛 假设以古典力学来讲 近者很近 很近嘛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只是我们刚刚有结果 假设它的webpacking 它就开始消散掉 好像溶掉一样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不会跑了跑去 不会 不会跑了跑去 它会有动量吗 会不会动量平均值 不会 它一定要等于点 对不对 要不然就代表它要开始跑了 但我又没有让它跑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进化 OK 好 进化一点 我们就把它写等号好了 好来 我们用皮卡丘变身 来 我们现在呢 这个 剪掉 好 等一下 这个提一下关系 这个 等平方 再求去平均 OK 动量P 减掉P的期望值 零吗 所以就是它自己 所以它的平方 不就是它吗 但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动量的主数 来 所以它是不是就被停 OK 好 那这样子一来呢 它会等于什么 请你呢 将动量的 先前呢 Web Package的动量不准度呢 把它当作下限 把它带进来 它一定要比它大 一算起来呢 就从这个来 这个是不是代表 动量的不准度 大量的 H'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假如说我们今天指的是 这个东西呢 它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没有错哦 它的微量也等于你 它们就等于这个 它在这个里面 你告诉我 这个例子 它所能够存在的空间 的不准度 顶多就是 这么大 对不对 它就 不准度一定要限制 因为你顶多就是 有个波这样子 这样不准度就是 它的宽度啊 大概是这么宽 顶多就是 所以 delta x 的 maximum 整个线 好位 给它最大字好 那我们这个 是不是就会变成 继续 因为 它很大 所以结果就是很小 因为它是二分之一 所以算一下 它给你什么东西 好我把这个呢 再用颜色把它标示起来 请你把这个橘色的 跟右上方的那个 E1 你告诉我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值跟最右边的上方的E1 有什么不一样 只差一个长处 其他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 单单因为uncertainty principle 你的能量 就一定要大过于这个数字 所以uncertainty principle 虽然说不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起码它可以给你一个 差不多的特性 那为什么 我们再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它的最低的能量 不可以等于0 是因为 它自己本身的wave package wave package 有不准度在 导致于它的动量 会有不准度在 导致于它的能量 会有不准度在 它一定要大过那个不准度 所以它最低最低就是 不是等于0 它不会等于0 等于0就代表你能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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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 对不对 好 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加快脚步了 OK 好 这边有一些那个什么 propagator 我看看有没有时间 propagator 你们回家自己看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算完了 我们总之要算一下propagator 它是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有起初的条件 去议设它之后的所有的变化 假设呢 我们现在有个step function 我们这个地方是V0 这是区域 请问一下 假设我有一个propagator 在这个地方 你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最简单 第一件事情 一样泡湖路 我们先将这个V 把它写下来 OK the region1 the region2 然后呢 我们的harmittonium incipin1 over m 再加上V X 一定是这样 所以非常快速的 我们就可以将 两个地方的tropagator 通通表示出来 假设是在X-bases的状态下 或者是第二的地方 或者是第二的地方 这样子 可以的 好 bundal condition呢 当然 要两个bundal condition 1跟2呢 一定要连续 在什么地方 X 1的V分 跟2的V分 也得连续 这个就是Harmittonium 那么各位就可以推出了 这很简 请自己去看 那本书 现在重点是 我们要有四个形式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是我们感兴趣的呢 我们感兴趣的 将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方式 P的那个0的时候 我们呢 有个particle 在A的这个位置 它怎么样 它往右边跑 所以我描述它呢 就用C1来描述 incident 这个时候I就带incident 我不再写这些东西了 然后呢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T2T 那么我们 当然你要够久 那它会经过这个边界 经过这个边界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一个反射的波 跟一个穿透的波 我们很想要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 尤其呢 是在时间很长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 能够取得 the probability of probability density of reflection 我们很想要知道它是怎么样 它的穿透率 它的反射率 它的穿透率 紧接着还有一节呢 在那个包包处里面呢 我们谈到是一个 step 好像 这样子的波动 那你的例子怎么穿过去 怎么穿穿睡 这些我都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把它算一次 用古典的方式把它算一次 它没有什么 两三下就算完了 但是在我们这一张里面 在我们这一张书里面 它是思考到一个方式 我们不是每次算到最后面 都要去算propagator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wifunction 随着时间的变化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要是从这边着手 那我们怎么来求得 我们要知道的这些讯息 这个就是它的重点 OK 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点 很重要的地方 那它有两种手法 一种手法就是按照我刚刚讲 propagator 另外一个是用什么 probability 那么现在 Dance 响 我们俄 有利用的 在三十三公里 不专利用的 那就是 这就是 那么 有利用的